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台股今天仍然气势如虹 而且往上的力道跟速度 持续的加温 中场台股大涨 超过200点 而且收在今天的最高 涨了207.54点 收在12116点 再创这个波段的新高 而且成要量放大到2483亿 我的看法一直都没有变化 今年一月初的最高点 12197点 它势必会突破 它势必会突破 甚至我乐观看待 台股将挑战12682的历史的新高 因为我们身处在全世界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浪潮之中 那这个资金浪潮是因为我们处于过去百年以来最严重的疫情 它正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所以全球为了要救经济 不断的降低利率 负利率 零利率 或者台湾剩一帕 当利率水准降到史上的平均的最低水准 那就无限QE QE 无限QE 钱不断的硬 那都跑到资本市场 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 当利率越低 本益比就越高 你就用殖利率来想 当你殖利率是5% 代表你是100块的股票赚5块钱 殖利率叫5% 那115本益比叫20倍 那殖利率2%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100块的股票可以赚2块钱 本益比是50倍 所以当你利率越低 本益比就越高 所以全球利率低到一个不行 大家认为钱放在银行 负利率还要给银行钱 或者零利率没有利息 或者只有零点几% 一%的利息 那我到股市随便买都 两三%的殖利率 股票一堆 所以钱就开始往股市 就灌进去 所以台股正身处在一个 本益比强力提升的一个 PE relating的一个行情 过去可能12倍 15倍 20倍 台股就已经不得了了 差不多要回答 现在一堆千金股 比如细利 KY 2000块 2000块 2045 今年大概赚30块钱 本益比甚至已经超过了66倍 接近70倍 4968 利基今天涨停板 222块 今年最多大概赚3块 本益比已经超过70倍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台股本益比 全面性的拉升 台股就在现阶段 在这个大的趋势当中 所以如果说你根本就看不清楚 你就不敢买 甚至你看不懂 你去放空 你会损失非常惨重 所以 其实这些我讲了很久 我看法都没有改变 那今天 大盘 大涨207点 架构在资金面的部分 台币升值的1.7角 再创 波段的新高 来到29.415 所以 趋势不变 钱不断涌进来 台股本益比 未来我认为可能会看到 25倍30倍 我认为都不会觉得奇怪 强势的个股 被资金浪潮推着往上走 过去可能10倍的变20倍 本益比20倍变30倍 40倍 40倍变50倍 60倍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 所以 好好的认真选股吧 史上最大的资金的 海啸 它是可以让你赚大钱 赚非常非常多的钱 大家要非常的认真 趋势大概就几个 第一个 疫情仍然非常的严重 防疫的趋势是不变的 所以你经济要解封 经济要好 持续做防疫 所以就是赛钱股 然后再来 电子股的部分 台电联巴科 两大主轴 加登今天喷翻了 这我们正在谈 然后第三个就是 本益比往上的提升 EPS越高的 本益比越被低估的 未来股价 那个补涨的空间 那本益比调胜的空间 是越大 大概就是三个主轴 那亚诺法 6月17日礼拜三 我们在盘前 就请大家买进 涨停板76.3元 当天成交6000多张 涨停板我们通通 几乎都有成交 然后连续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整理一天 整理两天 第三天马上又涨停 然后创102新高 再创104新高 上个礼拜是 我记得好像尾盘 是量灯涨停板 116 礼拜五 我成家小朋友的 毕业典礼没有印 那是预录 那今天 最高118 也是一样再刷 历史的新高级 那 尾盘 讲诺法收盘 没有收最高 收117 收5.5元 这个收盘价也是一样 又是一个历史新高级 代表就是说 过去这 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如果你因为我的分析 我的看法而去买 任何一张亚诺法 到今天的收盘价 大概99.9%的人 全部都是赚钱 代表就是说 我们的分析 其实领先市场 而且真的可以帮大家 在股市赚到大钱 那买76块3 占到118元的今天最高 是狂赚了41块7 这获利高达多少 高达55%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 就是说 你一档股票赚一倍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但如果说 你可以抓到三档 赚三成的股票 那三次下来就有一倍 但如果说你不止三成 一次赚五成的话 那两次你就超过一倍 因为1.5成 1.5是2.25 赚超过一倍 结果亚诺法多少时间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六天 七天 八天 九天 十天 十一 十二 还不到三周 两个礼拜多两天 赚了55% 这然是一个 非常犀利的操作 那美国单日确诊人数 连续三天超过5万 巴西大概也四五万 印度大概好像也超过 两万多了 所以疫情是持续在大爆炸 但是大家人们要面临的事 就是说你要饿死 还是要病死 今天我感染肺炎 可能是5%的死亡率 但是我如果没有饭吃 没有钱 我可能百分之百 我准备要饿死 所以世界解封 要跟病毒共同生存 然后继续做经济的活动 那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 所以你要做好所有的防疫 戴好口罩 量好体温 做好检测 希望未来赶快有疫苗 其中我认为筛减股 它的市场需求是最大 而且我们是看得到的 亚诺法在上个礼拜前 先在世界的部分 拿到美国EUA的认证 上个礼拜 627 628的时候 我们从网站上 竟然看到说 它的新冠肺炎的检测仪器 它也拿到了美国EUA的认证 但这部分我也不懂 为什么公司没有公告 是不是说 主管机关怕他们 在炒作股票 所以希望他们不要太主动去公告 有比较实时的 引收获利在公告 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就是说 它事实上检测仪器也拿到EUA的 但是没有公告 所以郑老师大概是领先全市长 大概第一个知道 他连仪器都拿到EUA的 所以后面它基本上是强的不得了 但公司低调的不得了 所以这种股票 它今天是低估 公司非常的低调 但所有的认证跟出货都跑在前面 只仅次于大概瑞基跟普森 出货进度是第三名 认证进度也是名列前茅 所以这股价 我认为后面还大有比较空间 当美国FDA的EUA的许可 都已经给亚诺法 而且是给了两种 一种是试剂 一种是语气的 这个紧急许可 美国是全球 大概在认证最严谨的国家 我想这个大家不会有人不认同 所以当你今天美国都给它许可 给它认证的时候 难道欧盟会不给吗 这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就你今天的产品 如果美国说OK 难道欧盟会觉得你不OK吗 当然不会 那更何况 现在新冠肺炎的相关产品 这都是旧人的产品 难道欧洲的疫情不严重吗 它也需要大量的检测 所以美国过了 欧洲也会过 目前看起来只是程序上的问题而已 所以欧盟的11 最近应该也会过 出货的进度蛮不错 6月份我估计可以贡献 大概1000万的营收 7月份公司上礼拜其实就有宣布说 当拿到美国EUA的时候 哇 那个7月份的订单是激增 因为拿到全球最难拿到的认证 代表美国认可你的产品没有问题 世界各国都会跟你下单 都会跟你下单 所以那个截然激增 所以我们推估7月份 先保守估算 先看3000万 就看相关的产能跟生产 有没有办法赶快调整 赶快跟上来 跟上来的话 未来营收5000、6000、7000、8000 我认为那不是问题 所以认证跑最快 市场根本不知道说 它的检测仪器也拿到EUA的认证 这个是如果你有看我文章 看我节目 你才能得到全市场第一手的消息 因为我们是非常认真在追踪基本面 所以今天股价 为什么可以创新高 收在历史的最高点 不是历史最高 收在这一波的最高点 为什么我们可以赚55% 就是我们对基本面 有非常领先的追踪跟研究 所以我做教育成员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我不只照顾好大的资产 我帮你选的是最棒的产业里面的 最领先的这种金平股 比如说瑞基出第一名 普生新贵 所以我没有买 但我非常看好 第三棒就是亚诺法 那它已经出货 认证又领先 所以我就说逻辑上很简单 保龄它也不是PCR的检测 PCR检测才是市场最大的 然后保龄国内认证还没过 国外认证还没送 目前股价都有大概135块 很简单的逻辑 今天我已经出货了 你没出货 我有认证 你没认证 你135 我不是应该比你高 另外同志跟他一起拿到认证的是 ABC KY 这波最高182块 今天拉回到50块 拉回到150 那跟亚诺法同时拿到认证 但是据我了解 亚诺法的出货进度是比他快 而且后面亚诺法很快 应该就有西医的认证 而且亚诺法拿到第二个EUA 所以我所有进度都比你快 但是你150 结果我亚诺法只有多少 118 所以假设你们合理 那我应该比你们高 这就是个比价的效率 所以我认证大家不用太久 不是他们下来 就是亚诺法上去 那未来亚诺法跟志郎中股票 相对应的股价 我认证位置很快就会颠倒过来 会颠倒过来 所以我就说三大主軸 资金的海啸 你要去买的主軸 有三个 一个叫防疫 我仍然是着重在筛检股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 台股两大户国神山 包含联发科 所带出来的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我们先大赚 雍志科 然后上礼拜我们再出新 6223的旺系 623的旺系 这也是短线就赚了二十几趴 然后第二个就是 护国神山 第一个是台积电 然后说我们重压的 最看好的台积电的 相关的供应电的 首要指标股就是加登 所以上礼拜三涨停满 271块半 分满交易账上涨停 礼拜四再创293的新高 礼拜五我没有印 因为我去毕业典礼 礼拜五我记得是收平盘 先掉下去我盘收平盘 然后今天再涨9.78 最高来到323块半 涨了28块半 再刷历史新高的记录 所以事实上它就是整个 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票 它确实就是最强势的股票 然后我们是买293 239 到今天323.5人 这一波教育成员又狂赚了84块半 目前高达35% 所以同样的 一个好的股票赚三成 它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我们不需要一档股票 都要赚五成 都要赚一倍 但是如果有三档三成 这样的绩效的话 你跟着我操作一段的时间 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 只要有三档 像加登这一波 买239 然后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七天八天 这么八天的时间 就已经赚了358 赚了84块 那一季来个三四档 那这一笔操作资金 不就翻倍了吗 因为333 三个三成就是一倍 超过一倍 所以这就是非常漂亮 超过三成的获利 而且我认为 以加登这种 这么强势的走势 超过100块的获利 我都不是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重压它 我说是台电的概念首选 因为台电进入7纳米 5纳米 3纳米 极止外线的新的制程 它的光照盒 目前就是几乎都是找加登做 从7纳米到5纳米到3纳米 那个比重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设备股的去美化的概念 加登是跑第一棒 因为台电未来你说要照顾 大陆比如说中芯 华为这些客户 如果有美国设备的成分 它就不能出 就不能做给华为 所以未来它是必要 就是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所以这个去美化 在设备股也是一个趋势 加登它就是其中首要的标的 在光照合大举拉货的过程 6月20周 就会大举创历史的新高 我说做三望四 少则三亿多则四亿 中间的range比较大 我比较难预估 但是做三望四 股价就已经喷出了 所以大赚了84块半 加入成员今天也是笑呵呵 因为这种高价股 当它价差拉开的过程 今天不管你卖得早一点 卖得晚一点 你赚70跟80其实差不了多少 但是它就实实在在的赚了那么多钱 重点是还在涨 所以加入成员是非常幸福的 因为跟着我操作 我会把最好的机密股选给大家 尽量买在低档的发动点 赚那一段非常甜美的喷输段 一段一段赚起来 累积起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往往绩效是非常好的 然后上个礼拜我们也说 我们会买一档准备挑战千元的股票 这档股票就是我们常常在操作的 3293的形象 我想这档是非常的熟 今天涨盘最高842块涨37块涨4.6% 我认为它将要比价千金股 比价千金股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很简单 IC设计股像系列 本应比快70倍 然后5269 翔硕今天股价也达到1740元 翔硕第一季赚8块2 假设今年最最最最最热关 给你赚40块钱好了 本应比也40几倍 40几倍 40几倍 40块钱40几倍 1700 形象呢 我退估6月份营收 因为工作天数少一天 所以它的游戏软体能收钱的 工作天数少一天 所以营收可能就刚好受这一天的影响 就没有办法创新高 我估计跟6月份营收跟5月份持平 大概也是历史新高的水准 但7月份进入忘记 7月8月都是31天 又进入暑假忘记 所以这个营收准备要突破7亿的历史达关 再算新高 9月份又有新机台要出货 营收会更强 今年税前大概赚60 那税后大概有赚50块钱 所以合理上来说 它赚的比翔索多的相当多 翔索1700 结果形象目前股价 不就最高 昨天最高点 礼拜五最高是855块 今天收盘价826块 所以人家的本益比是四五十倍 它本益比目前是16倍 远低于其他的什么千金股 每月当股不要赚赢他 所以说现在在一个资金的海啸当中 未来整个市场的本益比 会不断的往上拉 那收益最大将是EPS越高的股票 它本益比拉升速度越快 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千金股 后面最强追兵 就会是在新下 因为本益比只有16倍 每拉高5倍 你知道赚50块钱 每拉高5倍就有250块钱的空间 每拉高10倍就500块钱的空间 16倍拉到25、26倍并不过分 所以我认为新下再来 是最强的千金股的候选 所以话说回来就说 我们还是一样 坚持买的都是最棒的金贫股 坚持买的都是最棒的金贫股 那这些股票都有最好的毛利率EPS 最强的成长性 最好的市占率 所以只要你是我的家族成员 我就会照顾你的资产 把你的股票都选最强的金贫股 带着你做操作给你最好的绩效 所以这一波段 这半年 这一年 这一两年以来 我想我们家族成员都是最幸福最幸福的 所以我相信只要成为家族成员 就是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因为你从此就轻松了 你都不用选股 不用烦恼说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我就带你买在一个奇章点 带你买的都是所有的市场里面 最强是主流股的最强的那一半 但你赚的就是一个大波段 轻轻松松 一个三成五成 一波一波的赚起来 其实过去一两季两三季 我们德交成员累积倍数以上获利的大人在 所以诚挚欢迎大家 如果你只喜欢看我节目 享受那种自己操作的那种乐趣 我也非常的欢迎 没有人可以剥夺你的操作乐趣 但如果你觉得看我的节目文章去做操作 有赚钱 但是你希望可以赚更多 那个气图心非常的强 那你跟着我做 一定是比你自己操作效果要好的相当相当多 两三档股票的价差 你就会知道 所以现阶段 给所有想要跟着张老师操作的人 我推出年度超值专案 只有这一个专案才会有长达一整年的服务时间 平常我们一般的教育成员的专案 大概都是半年的时间 只有这一个专案会有一整年的时间 时间拉长一倍 但是价格甚至更为便宜 所以CP值最高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握 给所有想要跟着我操作的朋友 年度超值专案 服务整整一年 CP值最高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 等会我们再聊小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其实在六月底 我陆续的就把七月份要操作的标的 都已经大概ready好了 之前那一两周先赚了雍智科赚了精彩 上个礼拜五再把旺系冲到最高点附近 全部的获利出新 然后开始过去这两天 繁手买进的是新项 以及今天我们买进了七月的精密股的一号 很快的大概不到九点半就亮灯所涨 这样股票去年赚五块钱 今年估计要赚十块钱 七月进入旺季会加速的成长 所以它同时收惠两个部分 一个是旺季的成长的题材 今年要比去年成长一倍 加上今年要赚十块钱 本益比大概只有十二倍 如果整个市场本益比上开25到30倍的话 赚超过一颗股本的股票 未来本益比没有道理比平均市场的水平来得低 所以这种就是说成长 加上本益比往上调的行情的话 这种十二倍三到二十倍 这个股价空间 我认为大概七八月份的部分 大概都有超过五成的空间 这个是今天其中一档新的索涨型股票 另外一档七月的精密股二号 也是一样早还买进 大概十点多就已经锁住涨型板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灯 它在第三季连电投并量大增三成 大增三成非常大的数量 同时拿下美系A开头的大客户的订单 M开头的大客户的订单 跟日系的S开头的大订单 去年大概赚八块 今年要赚十二块 跟刚刚那一档一样 也是一样倍增 倍增只有十六倍 上看三十倍 因为它是设计股 所以说我认为它是补充中间最大的设计股 因为设计股 赚十几块 二十块的 三十块的 都已经大概四五十倍 五六十倍六七十倍本益比的 甚至立即赚三块钱 都可以两百多块 所以这种赚十二块钱的本益比 只有十六倍 这个补充空间非常大 这是未来最厉害的设计股 所以好股票 我们一档接着一档来 希望大家每一档都可以跟上 成为我们的加入成员 利用年度超值专案 只有这个专案 才会有整整一年的操作时间 整整一年的服务 那会费 费用会比较低 所以说它的CP值超高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 年度超值专案 服务整整一年 CP值最高 请大家好好把握机会 跟上我们每一档 金银股市场 把手顺利 明天再见